将柔性的情境融入石头与花 藉由艺术创作、建构和协社会 以彩木为主轴 以石头与花的符号 融合不同媒材、半自动性技法 画出现实的变异 用绘画的语言 带出意义性、连接性和熟悉性 激发共鸣与想象 桂香木深于台中 自幼受家族汉墨氛围启蒙 父亲以书役传家 母亲同样出身艺术家族 让他在父母的教稿中 临摹书画之际 水墨画从传统文人画 面临挑战与改革 桂香木运用传统美学 加上新技法 走出自己的心灵绘画领域 他将柔性情境 融入石头与花的符号 转为美学书写 重新篡洗 东方二元相依和谐感性 及西方理性哲学思想 借以阴性书写力量 梳理个人童年经验 乃至现代社会的群体现象 展览共分为四个系列 梦时系列 以自我情失的由衷幻化 自然照进 出禅系列 心灵经过蜕病后 顺道而行 才能找出自己的真如自信 花山水系列 则以刚柔二元 诠释雌雄大地 夜未央系列 使黑月来临 使白天阴阳对立 产生转化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